很多學弟妹都會問國安學長說 國安學長為什麼我們要學化學 化學好煩喔 要背的東西又這麼多 對不對 而且你看學到金屬非金屬的時候 哇塞每一個那個元素啊 還有他如何這個製造出來的啊 這些都要記起來 然後學到那個酸鹼鹽的時候啊 哇塞每一個的這個柿子呢 也是呢要記的非常非常多 那的確啦 從一個要讀書的角度來看的話 好像化學要背的東西是很多的 可是各位同學你知道嗎 化學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喔 所以把化學學好呢 其實是讓你對整個生活呢 有更不一樣的看見 比如說平常的煮菜啦 甚至你生病吃藥啦 或者是我們遇到戰爭的用炸彈這種大爆炸啦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女生很喜歡用的化妝品 其實這些東西呢都跟化學很有關係 因為化學啊就是在研究物質的科學 而且呢他最喜歡研究的呢就是物質跟物質之間的反應 還有一些物質的特性 所以呢他會喜歡研究一些特性啦 研究一些變化啦 當我在講這個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學化學就好像是在認識新朋友一樣 當你在認識新朋友的時候你也是在認識這個人的個性 還有他跟其他人怎麼互動 他跟其他人怎麼相處 所以當我們在學化學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學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他們的特性是什麼 他們的特質是什麼 所以由此可見你有沒有可能用推論的去推出化學 有些地方可以 但是不是常常可以 因為你不可能用推論的方式去推出別人的名字嘛 你總是要認識人把人的名字記下來啊 所以化學也是一樣 多認識一個東西就把這個東西呢記下來 那有的時候呢我們也會說化學呢像是一個橋樑 它像是一個橋樑 那它呢橫跨了這個原本看不見的粒子的這種世界 粒子量子物理 那橫跨到呢 欸變成看得到的世界像生物啊 生物學所討論的這些東西 而化學就是中間的這個橋樑 那其實學化學呢有一個秘訣就在它的這個英文名字裡面 chemistry 你看喔其實化學第一個步驟就是叫你什麼try嘛 多嘗試多錯誤沒有關係化學家他們做實驗也是常常失敗啊 多多背然後呢多記多看那當然你會容易遇到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什麼呢哇就會miss啦你常常會忘記它miss掉 但是也沒關係你常常想念它呢就可以把它想起來了 那最後呢要記得化學呢它常常會有特例 所以你要常常去check 反覆的check說欸我今天討論的這個東西裡面有沒有特例 舉例來說一般我們講呢金屬呢 啊是都會導電的那非金屬呢都不導電 但是有一種非金屬呢 欸是唯一會導電的非金屬 大家還記不記得國中其實有稍微提過 就是石墨啊石墨其實呢它裡面的元素呢也是碳 只是它排列的構造呢比較特別 但是因為這個特別的排列構造 使得石墨呢變成是唯一會導電的非金屬 所以我們就常常去check說欸我們今天討論的範疇裡面有沒有特例 當你常常try那你雖然會miss 可是你又check的時候你就可以把這個check miss try chemistry 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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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好